午餐時間到 小朋友拿著便當和打菜 一口一口吃得好開心 未來孩子在學校吃午餐 家長不必再擔心有雞感食物 因為立法院三讀通過 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未來全國各級公益膳食的學校 要全面進入使用 含基因改造的食材 及初級加工品 怕他會吃 身體會不好 我們不確定他的變數是什麼 對不對 沒有人可以證明他的安全性 所以我們當然是在還沒有經過肯定的之前 最好還是避免使用 條文修正案通過家長拍手叫好 畢竟基改食品可能引發人類致癌或過敏的風險 加上食安風暴一波波 基改問題炒了很多年終於獲得重視 營養午餐他們是沒得選擇 所以我們要採取嚴格立法 這個法案一直是冷門法案沒有獲得重視 一直到這兩年食安風暴不斷的發生 所以大家社會高度的重視這個議題 才可以獲得審查跟通過 說得通過禁止使用基改條文 為了加強學校的餐飲衛生 修法也強制主管機關 又抽查學校的餐飲衛生 要把關孩子吃下肚的食物沒問題 各方演出以待 近日綜合報導